全球輿論大動態 近載有報天天都 大家好 我是邱振海 今天已經到了禮拜四了 我們大家都滿懷希望的 期待了明天 因為明天星期五 每個人都可以過週末 週末愉快了 但與此同時 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大事發生 你看美國聯邦政府繼續關門 一個多月了吧 很多公務員叫苦連天 說再不發工資 老婆都給別人跑了 間諜都去投降 恐怖分子了 但與此同時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 照樣舉行 說明什麼 沒有美國 世界經濟 照樣往前走 但是與此同時 在南美最近發生一個事 委內瑞拉突然出現了兩個政府 原來那個反對辦的政府 是被美國扶持上去的 說明什麼 美國在聯邦政府關門的情況下 還在給人家搞軍事政變 後來搞製造廠 搞顛覆 說明美國聯邦政府 恐怕還有必要繼續關下去 關關關 一直關到它 沒錢搞爭辯 好 我們言歸正傳 在那邊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開得熱火朝天 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 可以說是1971年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之後 可能是48年以來 最重要的一次論壇 因為2019年全球經濟 面臨不確定因素 沒有美國 看看 我們到底討厭出神功疾 我們告訴你 國際取消 昨天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最重要的鏈點就是 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親自出席 同時發表了一個主席演講 這繼前年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之後的 另外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講 王岐山副主席也說了 去年劉慧副總理 今年我其實都是來詮釋 前年習近平主席 指出的全球化的方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非常關心 中國經濟到底如何走 香港的《南華早報》說 他說王岐山向全世界保證 中國的經濟不會 slow down 不會放緩 與此同時 我們看看香港《明報》報道說 王岐山在達沃斯喊話 說不應搞技術霸權 我先把這兩個字 全出來技術霸權 然後同時我們看看 小標題裡面蓬佩奧說了 符合美國價值觀方可共融 你看 知道什麼是霸權了嗎 這一個蓬佩奧說的話 就是霸權 我們把這兩個東西連在一起 完全可以用來詮釋 到底誰是真正的霸權 好 與此同時我們看看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在達沃斯的經濟論壇上 主持人講到底說了什麼 有關這個大家可以看了 有關時間有限 我就不再跟大家一一列出了 裡面最主要的說到 中美關係 貿易爭端 中國的經濟 金融危機 技術革新方方面面 零零種種全部都覆蓋了 同時《南華早報》還非常關心 馬上要來到的 1月30號和1月31號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在華盛頓舉行了第二次的 中美經濟磋商 然後他們現在引述說 美國的business group 這個美國的代表同 告訴美國的商界 告訴他們的貿易官員 談判官說北京 其實還是會繼續堅持他們的 他們叫什麼tax strategy 就是高技術的一個戰略 那當然了我們可以換個名字 但是中國崛起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怎麼能不依靠高科技的發展呢 所以這個FT 英國的金融時報的中文網 分析說 美中貿易爭端的表象與實質 表象不用說了 那就是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 現在中國願意縮短 美國還不願意讓你縮短了 最關鍵的問題 它就是想打壓中國 打壓中國的一個 所謂的強制性技術轉移 以及一個政府補貼 其實呢 這個強制性技術轉移 以前我在這裡跟大家說過 很多次完全是美國 夾給我們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帽子 這個在改喊過那麼多年 我們就是以市場換技術 想想當年30多年之前 我們如果不以市場換技術 今天中國人民可能依然 會感到非常的不滿 至於說南港早報同學說 這個馬上到來的這個 雙方的會談 到底誰滿意誰不滿意 這個雙方滿意的尺度到底如何 大家都可以有所檢驗 中國經濟現在非常關鍵 這個不管是不是涉及到 中美的貿易磋商 香港的信報報道說 這個香港中國大學的這個 前校長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 這個叫劉仲義說 中國的經濟不會硬著陸 與此同時我們換個焦點 來看看在這個 同樣是大沃斯世界政壇 現在不是馬克龍也不去嗎 特雷沙門也不去嗎 然後另外一個女強人 我們的莫達媽還是去了 莫達媽在那兒 大概除了這個 王岐山副主席之外 最重要的另外一個亮點 就是莫達媽 莫達媽同時告訴特朗普 這個按照這個 Financial Times說 告訴特朗普 他說現有的國際秩序 它還是有很多美麗的地方 真的 你不要忘了 這個 好 余從事 我們看看在美國國內 美國國內他的 特朗普的State of Union 他的所謂的施政報告 這個施政報告也做不了了 做不了了 因為佩洛西居然不讓他 進美國國會的大樓 好 那邊想 德國報紙 德國的The Zeit 它的一個時代週報 看笑話了 他用了一句德語說 Eintrisch an Schlenkerstadt 終於美國的國家機器 給售下來了 說美國政府關門關到現在 除了工資發不出 公務院 民運院沸騰之外 其實它忠於很多的國家機器 不運轉了 而這些國家機器 其實以後會發現 沒有這些國家機器 也是可以的 這個國家終於瘦聲瘦響了 好了 如果說剛才有點調校 現在我們看看言歸正傳 現在關門關了一個多月了 除了公務員說再不發錢 老婆跟別人跑了 情報機關說再不發錢 間諜都到恐怖分子那裡去了 經濟上到底有什麼問題 德國的《明鏡中看》 是這樣說的 他說2018年的第三季度 按照2018年的第三季度的顯示的話 按照目前現在這樣 以每關一個星期 就降低0.3%的經濟增長率 去年大概美國的經濟增長率3% 不高也不低 現在每個星期降0.13% 你看看 這是按照去年第三季度的計算 如果按照今年2019年第一季度 來計算的話 如果再這樣下去 如果關一個月 那就是降兩個百分點 關兩個月 那就是負增長了 美國經濟就募有了 好了 咱們再換一個焦點 現在不是說科恩嗎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前4任律師 科恩說2月7號要在美國會 做聽證演講 聽證會 這一下一下子把特朗普的臉皮 給撕下來了 所以現在科恩反悔了 說No I'm not going 我不去了 因為什麼呢 他說總統不斷地在威脅我的家人 那邊像民主黨人說 總統威脅你的家人 所以我們暫時就推遲吧 所以這個呢 無論是英國的特朗普 還是美國的特朗普 現在再再都導致 香港的新報說 民主法制如果倒退 你的制度溢價 什麼叫制度溢價 就是你的制度的 所謂的一些優勢 其實是難以維持的 所有的一切 其實民主和法制 才是最最關鍵的保證的基礎 好了 後面非常快樂的速度 幫你梳理一下今天 同樣在國際前 你不可不知的那些消息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不可不知的消息就是 維蒂然 維蒂然我們知道 以前是美國的後院 現在還是美國的後院 後院著火 其實後院著火好多年了 從查韋斯到現在馬杜羅 現在最近一段時間 美國又扶植了另外一個 反對派 就是以前他的國會議長 才35歲一個小年輕 昨天居然宣示就任臨時總統了 而且沒有經過選舉 沒有經過選舉 然後馬上美國說 我承认它的合法 然后马上欧盟也跟上 加拿大也跟上 所以你看在很多问题上 西方国家完全是站在一起的 观点问题现在 马杜罗说我不承认 马杜罗说你呢 马上宣布断交 美国驻委内瑞拉外交人员 必须在72小时 马上离开委内瑞拉 同时的军方 军队还不在总统的手里 这就是问题了 军方说我们也不辞实 我们也不承认这个临时总统 所以这问题大着呢 与此同时我们看看 按照《香港明报》 以及美国的《新条机报》 同时也报道说 说美国的内部情报显示 美国正在面临来自各方面的 一些潜在的威胁 所以不是说吗 联邦政府再继续关系下去 此时此刻 不是我使坏 不是我使坏 而是如果万一发生个恐怖袭击 美国怎么办 《明报》同时也报道说 美国的内部战略报告也显示 国际秩序正在严重的落化 同时我们再换一个焦点 看看以色列 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相当不错吧 还可以 而且前一战就是昨天在达沃斯 发表主持演讲的中国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亲自访问了一趟以色列 这个可圈可点 有没有内幕 我没有内幕 但是也许会有时间 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 相关的《南号早报》报道说 有篇评论说 以色列现在为了它改善 与中国的关系 现在明显地感受到 来自美国的压力 你看这就是美国那种讨厌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谁要跟中国好 他马上就那个 好了 于聪司我们来关心一下孟晚舟 孟晚舟这个事情 现在还在一波三折 很多的台面之下的这些博弈 还在进行 昨天我们引用了加拿大 驻美国大使 透露一个东西 所以1月30号之前 美国有可能要去引渡 昨天 好像是昨天吧 按照《南号早报》的报道说 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说 她说其实孟晚舟 还是 has a strong case against 她还是可以有足够的理由 来拒绝或者来抵抗 这个所谓的引渡的 换句话说 这个事 其实两个大使的说法不一样 而且按照现在西方媒体的报道说 这个加拿大驻华大使 发表这个讲话之后 一时激起千层浪 在西方内部也引起了很多的反响 希望她没有受到压力 同时按照香港报纸的报道 以及韩国的报纸的报道说 第一是日韩军事纠纷 冲击东北亚的铁三角 日本和韩国 虽然都是美国的两个小兄弟 但是彼此之间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独岛 主岛之争 比如说还有历史问题 未安妇等等 日俄关系同样是如此 最近虽然普京大帝 建了这个安倍 但是北方领土的问题 大地是不会有丝毫让步的 不会有丝毫让步的 同样还是民主党 民主党在美墨高强问题上 最近听说今天早上 特朗普大概有没有睡觉 深夜不睡觉 写了三个推特 说继续要造墙 造墙 造墙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民主党这边能推吗 不会推的 马上看看大前世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以前有一首歌叫 Life must be going on 生活还是要向前走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句话 改成叫 Shutting down must be going on 政府关门要继续向前走的 这是开玩笑 好了 赶紧休息一下 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达国师世界议论坛 我们已经发出了声音 信号说中国经济 继续往前发展 下面休息完了之后 我们就看看中国经济现状 很关心 你很关心 我也很关心 马上告诉你 休息后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刚才第一部分我说 这个中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先生 在达国师经济论坛上说 2019年虽然有很多的 不确定因素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那就中国经济 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 而且我们会不忘初心 继续改革 现在全世界都很关心中国经济 其中有一些是误解 以为中国经济要放缓了 有一些确确实实有一定道理 到底如何解读中国经济 马上告诉你 中华剧教 好 我们的中卧剧教 先从一个好消息先开始 我们大家先看一下 那香港新报的报道说 这个中央政府 现在已经准许科创版 推试点进行注册 那显然是要鼓励科技创新 所以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生产 是简单的政策要求拉动 未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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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 为什么创新如此重要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以前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经济嘛 中国经济有两个拖很重要 普通话说的好一点 一个是拖 拖住底线 一个是拖 开拖上线 要创新 对不对 拖住底线是为了防风险 开拖上线是为了以后 长期发展 这个中间是要经济结构改革 现在我们就看看拖 底线如何拖住 第一 当然我们还是要 适度地要放点水吧 对不对 要硬点钞票 那主要是要扶植实体经济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放水败草太多不好 但是为了拖住经济 也是需要的 与此同时 房地产 这个东西当然是先人兼职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地方稳经济还是依靠房地产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很多地方的经济结构调整 还是没有完成 说明这个拖和拖这个中间 经济结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我们要搞创新 现在按照相关新报的报道说 国家统计局 这个礼拜一 不是公布了中国的经济数据吗 人口虽然说去年 我们人口还是正增长的 1523万人口多了 多出生 但是很多都是二胎 二胎没有用 我们现在拍不上用场 18年以后18岁才能拍上用场 观点现在我们要看 此时此刻的劳动力到底怎么样 非常不好 内地劳动力人口连续7年存上降 一个是劳动力的人口 另外一个是劳动力的比重 其实按照我们的研究 大家可能在各大机场都可以看到 我跟中国发改委 以前的一个经济学家 陈寧和写的一本书讲 《2020年的中国经济》 里面我们就集中提出一个口号 叫2012年之前 在中国谁创新谁死 2012年之后 在中国谁不创新谁死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呢 非常简单 2012年是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分岁 2012年的年 中国16岁到59岁 劳动力已经建造峰值 2013年开始成下降趋势 有人说男同志身体好得好 那我们就再放宽5年 16岁到64岁劳动力 对不起 2015年建造峰值 2016年开始全线下降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此时此刻中国真的是已经摆脱了人口 告别了人口红利 如果说2012年之前 谁创新谁死 创新是要有代价的 12年之后在中国谁不创新谁死 好了 我们后面以很快的速度来告诉你 在中华地区我们不可不知的那些消息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当然是非常重要 虽然前一阵我们说修改婴儿基因是不对的 因为这涉及了人类的这个伦理问题 在动物身上是可以的 于是按照科技日报的报道说 全世界首例生物节律 紊乱体细胞克隆吼的模型 在中国诞生 这意味着中国在这方面 生物学的科技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与同时在军事方面 我们经常说一个国家实力就两大块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军事 在细地说经济里面主要是金融 当然实力经济也很重要 然后在军事里面 目前主要是海空军的一个实力 所以按照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升级电子设备和中央管理系统 辽宁舰完成海装号的一个海事 与同时按照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一带一路 我们先看看一带一路 对今年2019年 整个不确定因素之下的世界经济 按照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新的研究表明 能够给世界贸易增长 能够带来多带来1170多亿 同时据说还能给贸易的增长 能够提高0.1% 与此同时最后我们告诉你 在台湾方面 非常遗憾的是 现在美国 欧洲等等 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不信任 这是西方人 同样是中国人的我们的同胞 但是现在是在民进党治理下的台湾 居然也禁大陆的产品 三个月减轻单 所以我真的要问一下 我们的台湾同胞们 民进党的那些朋友们 还是不是中国人 与此同时说到台湾 我们就让台湾按照中国时报的报道说 心灵作家林清泉永别了 在睡眸当中去世 据说很多中小学的课本里 都有他的文章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完了之后我们来看看 现在世界经济情况到底如何 西方的媒体 西方的智库 到底如何解决 其中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有严重的误图 乃至误判 我要批一下 我们先看看 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这几天还在达沃斯热火朝天的举行 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 没有美国 很多事情依然可以向前走地 按照英国的金融时报 其实我跟大家说 英国虽然现在遇到很大的混乱 但是英国的媒体 英国的学界 我认为要比美国具有深度很多 确实是一个老牌帝国 18 19世纪 大国是要200年的历练 才能完成的 所以英国的那些报刊 有时候的深度 要远远超过美国 我们看看英国的 这个Financial Times 它里面说 它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我们要完成一项工作 要redefining globalization 要重新定义全球化 换句话说 过去的全球化 我们可能有些错误的定义 我往往以为 只是把各国力量 整合在一起就好了 现在没想到 其实出现了好多问题 于是到底全球化是什么 那么它里面有很多的分析 与此同时它也说 这里面最主要的是 各国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尤其是各个大的企业 各大企业你要承担责任 现在在过去40年的 第二轮全球化的过程中 它说各个大国家 阿尼比亚世界500强 往往喊的是global 全球的口号 但其实做的是local 做的是当地的事情 不行 你要承担责任 同时我们再换一个焦点 看看来自德国 这里面德国的Handelsblatt 周报 德国的商报 采访了一位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 据说这个经济学家 还是对白宫的经济生产 很有影响力的 但是我认为里面 有严重的误读在里面 他居然说 他说中国呢 他说中国的贸易政策 居然给全球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他说现在全球化 带来很大的问题 我们西方国家 包括我们的贸易秩序不平衡 我们的贫富秩序不平衡 都是问题 但是他说 这居然是由于中国的崛起 由于中国的那些贸易政策 所带来的 然后他说 当然他也不同意 特朗普的这个做法 打贸易战 但是他认为 这些问题是要去触及的 那么他最后 得出了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 他说美国应该跟欧洲一起 去改革WTO 改革世界的贸易秩序 要逼迫中国来遵守世界的游戏规则等等 所以这里面我 一会儿我要批一下这个事 我认为这里面有严重的一个误判 然后他说 中美的贸易纠纷 他说2019年恐怕还不会结束 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谬论 一个误读 同时英国的金融时报 还报道说 还有一个文章 他说2019年 还是他的首席金融学家 马蒂沃夫写的 他在2019年代达沃斯世界议论坛 他说全球化面临一个 非常崎岖的一个道路 他里面讲到了很多历史 长话短说 我就给大家稍微引用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全球化 其实是第二轮全球化的 第一轮全球化是16世纪末开始的 当时最后的结果 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就导致了1914年开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现在是第二轮全球化 第二轮全球化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贸易战 未来会不会导致军事战 我们非常不希望去论证 这个命题和逻辑 但是背后的逻辑 是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马蒂沃夫同时 同样也是持有这个观点 那么他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 前面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因为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首先是美国他要有所改变 美国从他的政治上 是要有所改变 最后一篇文章 最后两篇文章是讲到 同样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昨天发表一篇文章 他说西方国家 现在真的需要从内部改革 他用了一个资料碑 Pelistoyca Pelistoyca是30多年之前 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改革 他说西方现在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有轻技术带来的问题 有他自己本身的 平复不均的问题 所以此时此刻 虽然苏联当年的改革 自上而下是失败了 但他希望在西方 民主法治自由技术上的改革 能够成功 当然最后的结论 也许我们可以争论 但前面的分析逻辑 我认为有他的道理 最后Forel Affairs 不久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 它叫The Age of Insecurity 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 不安全的一个年份 然后他说西方民主 能不能拯救自己 前面的观点我就不说了 有关政治价值观方面 最后他提到的技术革命 他说现在技术革命 给人带来的冲击 是非常大的 我们往往以为 技术革命给人带来的 往往是就业的增长 恰恰相反 在最近相当长时间 我们看到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技术 给人带来的 恰恰是失业率 在中短期间的上升 而一旦失业率上升 人们的情绪就会陷入彷徨 这就是西方所有的民粹主义 包括特朗普为什么上台 包括英国为什么偷的 主要来源之一 所以到了最后评论部分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我们以达沃斯为焦点 我们看看 王岐山副主席提出了 非常好的 代表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但是全球化的难题 这是西方的难题 同一次也是人类的挑战 刚才我说 这个《德国商报》 专访了美国的一个 所谓的经济学的一个智库人士 他把全球化的难题归咎于中国 我认为这是完全的误解 这个里面 即便大家政治观念 或者做法有所不同 但全球化本身 它是全球化利益交织 所带来的问题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全球化不是国际关系 我经常跟研究人讲课的时候 第一堂课就告诉大家 全球化不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已经有2000到3000年来 而全球化 我们现在只有100多年的时间 什么叫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利益交织下的 各种难题 我们往往以前有个迷失和误解 因为利益交织下 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 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恰恰当利益交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能解决问题 于是就会产生冲突 在过去40年 第二次全球化合格过程当时 我们发现 由于全球化 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在缩小 这当然是好事 是正面相应 但与此同时 在富国和穷国内部 各自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 换句话说 如果以貌似公正的游戏规则 把富者和穷者 强者和弱者 大者和小者 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去竞争的话 那就是最后带来的结果 就是赢家同吃 所以还是回归到 诺贝瑞经济奖 2001年的得主 Joseph Stiglitz他的观点 他说 Globalization has been mismanaged 全球化不是问题 但是全球化被管理适当 才是问题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一个跨政府的全球治理 已经是刻不融化了 那么从这意义上说 联合国责无旁贷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我没有看到现在 联合国承担任何责任 各个大国 包括美国 包括中国 包括欧洲 同样责无旁贷 有毛天天读 明天我们继续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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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